《政风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8号 今天按计划咱们出的节目是会员网站的爆料星期三 我要在爆料星期三里面跟大家聊一聊 美国军方、美国的战略智库早在气球侵入美国之前 就已经放出了一个强大的预测 中共在综合国力、军事力量严重落后的情况下 特别要去西方世界争雄 尤其在芯片等这个尖端科技被封锁的情况下 它如何运用现有的中端技术、低端技术 和强大的生产能力进行低廉的武器平台的建设 气球或者是平流层飞艇 就是符合这样的目标进行的规模生产的产品 它可以实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 除了提供监控、通讯、中继服务来应付美国的太空站 因为太空站一打 一旦摧毁了中共的卫星和全球定位系统之后呢 这些气球可以保证部分海空军继续对指定区域的打击力量 更重要的是投放主动的进攻性武器 是气球作为武器平台的另一个大目标 那我们就要思考了 是什么样的武器 适合这种运行缓慢 看似没有防护能力的武器平台投送呢 那天我在节目中粗略的暗示了 包括对台海战争中用于对美国航母的精准炸弹组合 由于这次气球的神秘出现 对美国本土的直接威胁变为了现实 于是七八年以来 美国关于中共平流层武器的担心 已经成为现实 这就是中共可以通过投放电磁脉冲炸弹 来瘫痪美国本土的电力网络这个巨大的目标 我研究发现 实际上在中共的科研成果与军方的战略描述上 都清晰的表明他们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武器 我们今天在爆料星期三节目中会详细跟大家介绍 中共是准备如何赢得朝鲜战 一举削弱 甚至摧毁美国强大国力 然而 就在这样的危险临头的时候 拜登昨天引人注目的国情咨问当中 却依然非常矛盾的表达了 白宫目前对待中共的进退为难的目标模糊的这么一个状况 而几乎是同一天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了讲话 看起来雄心勃勃 却也是内外交困 但是熟悉中共历史的朋友都清楚 就是越是这种内外交困的危机当中 极权制度和独裁者更愿意付诸一战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反映中美双方的政策和国家方向的这两份报告 之后呢 再请感兴趣的朋友们一部会员网站 继续观看爆料星期三 那么拜登昨天发表了国情咨问 这是一场在喧嚣中完成的演说 台下不安静 不断有来自共和党阵营的反对和批评声 甚至有人起哄 是吧 那么拜登的据称是在大卫营休假期间 那是不断的面对提词机议反复的演练 咱们知道他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有很多的表现不好 口吃 说不清楚 那么面对国会的这个喧哗 拜登表现出了少有的流畅 我看了这个视频 他表情丰富 经常瞇着眼边思考 再说到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领导 愿意跟习近平换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本来应该是什么 就是幽默挖苦的语气 是吧 但他却表现出异样的愤怒 有哪一个 有哪一个 在哪 其实呢 我觉得 他似乎在问别人 说不定也在喊出了某种心声 听不到任何反对声音 自由酣畅的亲自指挥一个超大型国家 随心率性的任免一个高级官员的这个习近平 是相当多左翼政党 更愿意用庞大的政府开支 更多的可支配社会福利 与更集中的中央集权 管理国家的这些民主国家领导人 所向往的一个领袖角色 拜登的反复演讲练习呢 还是有成果的 至少我觉得实现了一点吧 那就是他表现的依然是精力充沛 80岁的他依然有寻求连任的能耐 因为他也很清楚 就连他的部分支持者 还有民主党的大佬 也有不少想让他提前下车的远望 这样新的一届共和党为多数党的众议院 弹劾提案提出来以后呢 就没有靶子了嘛 是不是 那也许他要是继续呆在上面 也许会不可逆转的把拜登家族的丑事翻个底朝天 从而影响民主党2024总统大选的整体形象 要不是党内的支持者都烦你了 怎么会有拜登的律用律师主动揭发 是吧 拜登在这里车库里私藏国家机密文件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我们回忆起过去 你看福特总统 里根总统 都在自己的国情咨询里不避讳的谈到 美国面临的糟糕的通过膨胀的严重积极问题 不避讳自己面临的共产主义挑战和糟糕的国际形势 那其实说实话才是美国真实的自信心 是的 总统们要让自己的国民清楚我们所遭受的挑战 于是在真相面前 全国才有共同奋斗的团结 那是真实的团结 不是号召出来的团结 而拜登则全是高歌猛进不断伟大的美国 是吧 他坚称说国会通过1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 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以及出方要改革 是他任期内的重要政绩 但是为什么会遭到台下的虚声呢 因为人们都知道通货膨胀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太多的货币在追逐太少的商品 为什么油价风胀啊 那除了俄乌战争的原因 当然了 俄乌战争这个爆发战争与白宫的软弱 甚至纵容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在我们过去节目中评论过 那么美国从一个石油出口大国第一出口大国 迅速变成能源进口依赖国 也就是所谓的律政下减少 甚至杜绝自己的能源开发的原因嘛 那石油这个商品供应就减少了 而上万亿的货币又放出来了 更多的货币追逐更少的商品 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根源 在这里呢 放出来的这个洪水猛兽一般的上万亿 却变成了解决通货膨胀的良方 所以会遭到虚声嘛 而拜登六次提到中国也是矛盾 那说他绝不会因为这个巨额的拨款投资 让美国强大了 让中国不再强大了而道歉 啥意思 就是你们不要继续再说通货膨胀的问题了 我花那么多钱 因为我知道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什么 我花那么多钱就是要把中国打下去 这就是最大的贡献 但是矛盾又来了 既然你要竭尽美国全国之力对抗中国 那中国不就是美国最大的敌手吗 提到气球问题说 如果中国威胁我们的主权 我们就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 我们做到了 既然是最大的敌手 既然都已经侵犯到头上来了 但是拜登扭头就说 中美之间要寻求竞争 不要冲突 这样的病态矛盾不就是要 不就是中共要的吗 对吧 他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是吧 欺负到你头上了 你还得回头求我合作 这就是我上个星期我节目的观点 气球虽然被打下来了 但习近平的战略试探成功了 假设台海战争爆发 在没有任何安保条约的约束下 严格意义上来说 台海发生了战争 有侵犯美国主权的起求来的严重呢 对不对 那为什么美国会在那个时候会出航空母舰呢 它会及时出兵吗 就不确定了嘛 所以国情咨文的六次提及中国 并不是因为中共真实的威胁让白宫觉得迫切了 而是要用中共做靶子 把上万亿的投资法案拯救经济的失败 转移到对付中共威胁的意义上 一句话 假对抗真合作 假救国真捞钱 那么同一天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开会 重点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 打破了叫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呢 习近平举出说五个特点 人口规伯巨大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物质和精神协调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自然和谐现代化 这个还有和平发展现代化 五个 那么其实前面两个现代化 一个人口多 一个共同富裕 在光明日报的这个解释当中 谁看出来就是一个 说的是一个事 意思就是在中国人口众多的这种不利情况下 还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吃饭的人 张嘴吃饭的人那么多 我们还能够共同富裕 这意思 你看中共所谓的现代化 就是过去这二十几年的财富的突然增加嘛 就是看钱 它并不懂真正现代化的含义 那么这个即使挣钱的这个过程是靠谁来完成的呢 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人口嘛 就是廉价劳动力资源嘛 进行低端加工替你挣钱的时候就是利好 整个开放期间 权贵集团增添财富了 你们都现代化 是吧 但是所有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 同时完成的医疗资源的积累 教育资源的积累 中共不仅没做 反而还给商业化了 就是说那些靠出卖劳动力的这些广大民众 他们的工资代理反而要多掏出来一些钱 去看病的钱 去给孩子上学的钱 那得是被双重剥削嘛 好 现在等人口红利用完了 庞大的人口就成了中共的负资产了 成了要共同富裕的负担了 再说了 什么是共同富裕 是吧 现在干了是不是抢多 本来就是人民一部分的民族企业家的财富 你抢马云、马化腾 你就是抢老百姓的钱嘛 再说 那个财富抢来了也没到贫困人口手中 都是国有企业拿走了 也就是国家上层建筑给你分掉了 这连劫富济贫的中国历史上的土匪都不如 你这等于是劫富济党 说到物质和这个精神现代化 那中共的精神现代化实际上就是 还是共产主义、马列主义那一套吧 习近平说 中国是现代化 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其实呢 德国的马、俄罗斯的列 那不都是西方的一套吗 是不是马列主义是西方的一套嘛 而且是证明失败了人家淘汰的一套嘛 习近平想要的只是现代化 他不想要西方文明 那骨子里还是大清末年 扬威中用的一套腐朽 这早在晚清时代 人家也认清楚了 启蒙先知严妇 就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概括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 也就是自由与民主构成现代文明 没有自由与民主就无法实现现现代化 习近平要的是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 自己定义的现代化 是吧 是这个本意 那至于后面说的与自然和谐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那就更明显是没有啥说啥了 对不对 缺啥说啥了 因为来到西方国家的新移民朋友们 是吧 你或者有空出国旅游的都会发现 到西方的家里 家里的树上有松鼠 是吧 和谐吧 那家边上的水塘里面有大雁 难来北往的 纬度高一点的这个郊区生活 家里的垃圾桶还得盖好 不然狗熊都跑来给你翻东西吃 我有个朋友还发现 说 哎呦 这个美国的狗熊特别爱吃川味 是吧 喜欢麻辣口的 因为他每次川味管子打包回来 那狗熊一定来光顾 那中国呢 那前几年养狗熊取胆针 那个惨烈故事这不是新鲜事了吧 是不是 谁和谐发展 谁又和谐发展现代化呀 那和平发展这一条就不多说了 就说这几天的气球事件就足够打脸的了 实际上就是昨天的国情咨文和党校报告 其实都在说明世界在被不诚实的政府和政客经营着 无论是制度的维系还是威权的强制 和平的变革一旦无奈 那么暴力的革命势必到来 这是我的一点个人思考 与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今天主要是这个会员网站的节目 咱们在这里呢 稍微谈论一下时事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呢 我们继续在会员网站探讨中共气球 可能对美国对世界带来的真实威胁 也就是说你国情咨文也好 你这个党校报告也好 不管是谈怎么样切割分裂 还是谈怎样去合作竞争 最后的都是少数人在中间谋利 而真正面对国家 面对民族的那些真实威胁 那些真相是什么呢 所以我在爆料星期三里跟大家说 跟大家讲一讲电磁脉冲弹 和它代表的超线战的巨大杀伤力 那么中共掌握了气球携带电磁脉冲弹的能力了吗 它能取得未来战争的战场控制权吗 好 朋友们 咱们一会会员网站里见 知道了那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